Hi 昨天我在节目在强烦追POWER的单元 叫做温小IT佬有介绍过一个Apps 很多人问如果我要一个可以Edit Video Filter 的Apps 平时我们好像如果我们去Edit照片的话 有什么Apps可以介绍呢? 叫Chromic 你是平时很喜欢Edit Video的 但是有时候你想去调个颜色 你想去有些不同的Feel 不同的感觉的话 但是你没有带电脑出去 因为平时我们带电脑的话 我们会用很多不同的软件 例如Law Vegas, Premium Pro, Final Cut 等等 那现在你没有带电脑怎么算好呢? 那Chromic 的好处是什么? 嗯 闻得好 这个Apps 的好处就是 可以跟平时我们交UVS Core 是差不多一样的功能 它有很多不同的输入给你 你也可以手机去改它的Tone和Color等等 比如说我现在要加一个视频 拍了一个视频就很好看 哎呀! 然后我现在要Edit它 嗯 哪一个呢? 我拍了一个视频 然后我觉得 哎呀! 这个视频就差点了 好像不够颜色 怎算好呢? 它里面本身 它就有不同的Filter 给你选择了 所以 Anytime 你可以选择你想要的Filter 基本上它Basically 它已经给了你Basic的Filter 所以你可以选择了 如果你想要再多些Filter 你就要付钱了 但是你觉得你的Sense 很好 我觉得我不需要太多Filter 我可以自己做 都有Menu的Icon和Function 是给你去解决的 比如说我现在选择了一个Filter 这个Filter 然后我觉得不够蓝 我可以自己选择它的Temperature 它的Hip 或者它的Highlight 所以我会给它 深一点颜色也可以 我们要给它 它的Webran 也可以 你想给它Sharp点 也可以 因为有时候我们拍摄的 会觉得很蒙的 它可以帮你Sharpen 它所有东西 然后你可以调一下Contrast 之类等等 Sation Stationation Saturation 这些 或者你想给它比较光 也可以的 它就可以变光一点 所以 基本上它全部东西 都是可以做到的 跟我们平时用VS Core 如果你喜欢用VS Core 的朋友 是教Edit照的朋友 其实跟它的功能 是一模一样 不过只要 它是More on Video 没错了 今天介绍的Apps 就是Chromic Hope you guys like it